那个点念作连结 亚洲连结矽谷推动方案在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不少朋友以为这个政策是要在台湾复制矽谷 因此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 不过事实上这个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在复制 而是连结矽谷 之所以会加上这个点 也是因为行政院希望透过重新定义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这个政策的内涵 过程之中有许多业界的朋友加入讨论 我只是其中之一 简单来说 亚洲连结矽谷推动方案的目标 是透过连结亚洲连结矽谷 让台湾引进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以及法规修改 这样子才能够强化社会对创新精神的包容和鼓励 让台湾成为对创新产业更为友善 而且更有力的发展基地 根据目前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分工 我不会直接督导亚洲连结矽谷推动方案 而是以开放政府、社会企业和青年资讯委员会 这三个议题为主 不过以开放政府为例 包括用V台湾和Join这些平台 搭起民间和政府对话的桥梁 以及让亚洲连结矽谷推动方案的计划进度 与预算执行成效 透过视觉化这些方式 让大家可以持续关心、持续追踪 这些是我可以提供直接协助的部分 事实上 开放政府和物联网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为了促进物联网的发展 包括桃园在内 台湾许多地方政府都陆续跟国内外的业者 积极合作 展现旺盛的企图心 不过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不同厂商之间的讯号跟资料 要怎么样进行对话 怎么样互通有无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议题 在开放政府的范畴里 有一个方向相当重要 那就是开放应用程式界面 OpenAPI 透过OpenAPI的落实 我们希望未来政府所有的资讯服务 都可以逐渐达到机器可读 格式开放 界面所以 和机器可写入的这些目标 而物联网的这些实际的技术 到商业服务 都可以借由OpenAPI的规划 来达到技术和技术之间 更完整的对话 而提供使用者更好的体验 换句话说 有了OpenAPI之后 各个不同物联网的资料库 就可以用简便又一致的方式来存取 来产生更多更好的创新美容